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畫Molecule形狀的快速方法 有沒有發覺自己在畫Molecule形狀的時候 比起其他同學的速度是慢非常多 又或者你還在用Electron Diagram 將Molecule的形狀轉化出來 如果有的話你要小心 可能你在公開試裏做卷的速度會很舒適 只要你熟了我以下下來教的方法 我可以保證在DSE裏面你遇到的Molecule 10秒之內或者更甚至5秒之內 你就可以正確畫它出來 先脫下頭盔 只是可以用在DSE裏面出現的Molecule 如果是歐斯的話 不能用這個方法 尤其是如果Molecule是牽涉了Dative Covalent Bond 或者是有Resonance Structure的話 就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大致要怎樣做呢 第一點你一定要記住以下這個表 就是Bond pair和Lone pair的數量在Molecule裏面 怎樣影響到我們那個Molecule的形狀 當然這個是在講中心的情況 不是所有的Atom 就是中間那顆 講到中心的Atom 我們用例子來說明 PCL3 我們要選誰做這個中心的Atom 當然就是P 原因是什麼呢 可能很多同學都會說 就是因為它只有一顆 它是最少數量 這個講法都對的 但是對不完 有某些比較極端的情況 可能就會令你決定錯了的 其實我們正確選Center Atom的那個想法 就應該是要找出 最能夠form到最多Covalent Bond的那顆Atom 如果我們用專門的Terms去講的話 這個就叫做HIGHEST Covalent 就是它可以form到最多Covalent Bond 為什麼要有這個想法呢 我用我自己的身體來做個例子 假設HIGHEST Covalent 不知道為什麼很慘地被某些人 就肢解了 然後你見到我還沒死的 很慘的 打算拼合我的時候 你會把我身體哪個部份 放在正中心嗎 一定是身體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身上有頸位 有肩膀位 有肩膀位 可以把我的手手腳腳和頭 連在一起 你會不會把我的頭放在中間的 不會的 因為頭只有一個連接位 就是頸部的位置 其他東西 難道兩隻手你幫我塞在耳朵上 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需要把連接能力最高 也就是說 Form Covalent Bond最多的 那個Atom放在正中心 Forces 就是Group 5的 OK 它是正常如果Octect的話 就可以form3G bond 就算你說到它Expanded Octect 就更加誇張了 5G bond一點 但是Cl Group 7的 只能夠form1G bond 我們做的時候 首先把Center Atom放在正中心 OK 這個不是正確答案 不過這是一個Rough work 一個非常好用的Rough work 我們在決定了Center Atom之後 記住 將其他所有的東西 全部和我連住了P 你不要問得不得住 總之先連住它 連完之後 請你double confirm 外面的幾粒的Atom 就是Corin Ultar Atom 有沒有因為form了這些 缺乏了Octect 因為Corin是Group 7 Single bond就搞定 就已經OK了 當我們take care了出面的時候 先去take care inner那一位 你要記住 選擇它做正中心 它就自然有它的能耐 是可以放在中間 做很多的Covinin bond 你不需要去擔心它有沒有爆Oct 我這個方法就已經幫你去 想好所有這些情況 你現在要做的下一步 不要漏了 就是想回頭 就是Phosphorus 是group幾的 它是group5的 group5 現在我form了3G bond 用了3粒Elatron 是否剩下2粒 即是說它會有一對的 lone pair在這裡 一對lone pair 三對lone pair的話 看看上面 將會是trigonal pyramid 這個情況 我們會將P放在中間 上面放一對lone pair 然後這裡Cl 粗線的Cl 虛線的Cl 就已經畫成了它的形狀 再下來下面這個例子 Ocl2的情況 我們就會將Oxygen 擺作center atom 然後將它旁邊的東西 連住它 Oxygen之所以做到center atom 是因為group6 它能夠形成兩個Covilin bond 但Coreen只是形成一個 Coreen已經obey了Octech 再下來我們要問的是什麼 就是要問這個Oxygen 它group幾 group6 然後用了兩粒 去形成4粒 4粒是否換句話說 是兩對lone pair 你就留意 兩對lone pair 兩對lone pair 兩對lone pair 看看上面都知道 是一個v-shaped的形狀 我們就會將Ovon 放在這裏 Cl 就屈一屈它 兩對lone pair 放在這裏 就已經OK的了 再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SO3 SO3 我相信大家在書裏面 都應該沒什麼見過的了 有機會在一些練習 quiz裏面見過了 Anyway 照做 首先我們要將sulfer放在中間 sulfer是group6的 理論上 它就應該只能夠 構成兩支Bond 但是大家都知道 它可以做一個 expanded octet的例子 即是說它放的6支Bond 都OK的 現在將Oxygen 連住它 接著要小心 不要漏 就是我們要 Obey Ulter Atom的Octet Oxygen 是group6 需要放Double Bond 才能夠 fulfill到Octet 所以就請你 連住它 都是那句 你不要care sulfer 是否能夠做得到 這件事 你先畫了 我們下一步 就會幫它 confirm它 做不做到的了 sulfer group6 OK 外面有6粒的電子 剛才說過 它可以犯規 形成6支Bond 現在它形成了三個Double Bond 即是6支Bond 6粒用完 它還有沒有 Pair 沒有Pair 沒有Pair 三個Bond Pair 這是什麼 已經畫好了 這是Trigonal Planar 到最後 這個難度高一點 NOF NOF 是三個第一粒 這時候就要用到 我剛才教大家的概念 就是找出 哪個是有最高的covalence Nitrogen Group5 它可以組成3支Bond 然後Oxygen Group6 2支Bond Florine 它是group7的 組成1支Bond 所以我們要將那個Nitrogen放中間 然後我們就要把 旁邊的東西連著它 再下來 我們就要 Fulfill Oxygen的Octec 最後就是要數 Nitrogen的group number Grip5 然後 一粒二Latron Florine 兩粒二Latron Oxygen 它是不是還有一粒 對洞子Pair在這裏 對洞子Pair就放這裏 好 一個Long Pair 兩個Bond Pair 書裡面沒有教 不過你要懂的 相信我 學了它 一個Long Pair 兩個Bond Pair 它將會是一個 V-Shift的形狀 OK 到這裏相信大家都能夠準確 快速地把Molecule的形狀畫出來 如果覺得我的短片有幫助的話 記得Like我的Video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按鈴鐺 就不會收到我任何短片 伸出的時候 如果想讓我細節調教的話 當然可以考慮報我的小組教學 不過我的小組班基本上全滿 如果滿了 FIT IN不了大家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我的Video Cast 我的Video Cast有三大特點 第一 課堂是可以無限重溫 直到你考完DSE為止 第二 WhatsApp當然可以瘋狂運輸 第三 就是我們會有固定的Test 可以幫大家 確保你們的考試技巧 是跟得上進度的 亦都追蹤我的IG 因為有些時候有Giveaway 在這裏還在看這個同學 肯定就是超級粉絲 我當然有些福利給粉絲 大家都可能留意到 我左下角的位置 有個Bonus的位置 其實就不是我說的 是留給大家做的 用我剛才教你們的方法 把這兩個Molecule正確的形狀 告訴我 在留言告訴我 我會送出一個免費的Video Cast 你們做好了的話 留言就可以了 我們下次的Sharing 再見 拜拜